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中,年轻漂亮的女性如何独善其身,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虽然圈中不少女性为了取得好角色,或者是通过前小眼线结实好资源而接受权色交易,但也不妨女性义正言辞的拒绝,只想她是做事。 谢娜和英采儿在最近参加的节目中,她即刚出道时遭遇到的可怕经历,当时两人刚进入这个圈子没多久,也正是年轻靓丽的年纪。 导演或者制作人虎视眈眈,但两人采取的态度都一样的,虽然很害怕,但我断拒绝了。 关于娱乐圈的潜规则,其实也是秘而复宣的,只不过没有人敢明确揭露出来,就连红道八字的杨逆接受采访时也只轻描淡写,得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,而且她对待这种交易也很淡然。 纯粹认为是各取所需,台湾某女星曾大爆猛量,正掌握了一本有关各个级别明星赔酒赔税标价的本子。 但是真是假就无从判断了,不过有些一线明星确实明码标价,一定高达三千万,还有一线是刚入行。 被引游威胁的小星有时候也难逃厄运,无可制服,圈中潜规则现象越渐猖狂,滋生出了很多中间人的角色,掌握了出来买和出来卖的信息。 以观念堂皇的理由,打监护进行全色交易,从中收取利益,甚至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。 小编认为明星也只是一份工作,为了工作出卖身体,甚至出卖灵魂。 即使日后走后,恢复如此不堪入目的曾经,到底是不是值得呢?不知道网友们怎么看的呢?